最岁香农会办理蜜香红茶瓶颈比赛将近14年 产值稳战台湾蜜香红茶市场之冠 今年配合县政府推动安全饮品 上午特别邀请到茶农还有相关单位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 特别要求强调是要具有QR扣 产销履历及有机认证产地标章的参赛件数 要达到总参赛数的20% 确保食安也进一步推广安全无毒的茶产业 县政府农发出瑞瑟香农会总干事黄胜黄 共同召开109年度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第一次筹备会 除了瑞瑟五鹤茶农 玉里赤柯山以及复零六十诞生的茶农也都踊跃出席参加 符合资格去推算 今年可以报名的点数我们可以收几件 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超过14年以上 产值高品质居业界翘楚 就是向农会推广蜜香红茶安全饮品 今年度配合县府扩大办理之外 今年也特别强调要求参赛茶农的资格 才可以参加这一次的评鉴 那明年会更多更严格 必须到50% 那今年是占定20% 参赛资格要求据QR Code 产销履历以及有机认证 产地标章的参赛键数必须达到总参赛数的20% 控管参赛品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提升推广花莲安全无毒的蜜香红茶产业 那去年跟今年的来比 去年大概可能现场也有机制到南港展馆园去 那就整个展馆团去到因为也没有武汉被引起的影响 所以整个不管是上到中央还是地方的展馆 其实对于五花莲的展馆 每一个都在于有加 参赛红茶凭借比赛筹备会中 也针对了报名日期 缴茶以及比赛时间与地点 农镇单位与茶农也达成初步共识 凭借比赛预计在7月6号一连两天进行 而至于比赛地点 以往都是在瑞瑟蜜香红茶产区办理的赛事 今年配合县政府与县长选择位的扩大办理计划 有可能移师到花莲社区举行 荣会推广部主任李淑荣对此表示 目前只是暂定 记者时遇蓝瑞瑟财萌报道